电源供应器大厂光宝科技积极整合旗下的事业体 去年营收回稳交出了年成长8%的成绩 也强调获得亚洲客户双镜头的订单 今年高阶产品的出货比重 渴望上看五成拉抬获利表现 用老鹰锐利眼神强化低光源拍照实力 华为新手机广告卖弄神秘 其实是为了抢搭宏达电带动的双镜头旋风 就连电源大厂光宝科也都看准潜力提前卡位 去年光学模组出货 贡献两成营收 正是超过400亿元大关 只有在创办的第一年 它是亏过钱 其他的39人 不管景气好或景气不好 他都没有亏过钱的记录 强调1300万画素防守镇镜头 去年第四季出货占比已经来到45% 光宝科预期 今年手机品牌厂主打大光圈 景深处理产品提高 渴望成长五个百分点达到50%水准 有利加快集团转型获利进度 这个短期的市场的变化 都还是蛮多的 可是大体上今年因为上半年不错 需求应该看起来还是 需求大过这个供应 光宝科去年营收2307亿元 年增8% 逐渐出现此公司整并效果 透露镜头事业客户供货顺利 将扩充高阶产能 让每个月出货稳住3000万颗 第二季开始出货 将成为营收成长的重要基础 林志远 程维佑 台北报导